大家好 我是麦子轩的讲师 我叫马逊林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下第八讲 也就是那个输入输出基础开发的一个流水灯的基础开发 我们讲第八讲 那么我们讲这个开始 我们肯定先了解一下它的AO口 以及原理图 它的灯是怎么接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AO口 那么作为通用的AO口的话 这个CCM40和F30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来讲 就是它有三组接口 那么每一组它有八个位 也就是说每一组有八个接口 八个AO口 比如P0有01020P01P00P1P02P03P04P05P06P07 然后它是完全的八位端口 但是P2仅支持五位 就仅有五位可用 所有的端口都可以用计程器来设置一下 它的那个就是输入输出状态 然后比如上拉或者下拉带不带那种都可以设置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先讲一下它的几个驱动能力 这个就是P1.0和1.1的话 有20毫安的驱动能力 然后其他所有的输出具都只有4毫安的驱动能力 那么我们计存器的话 PXL就是X是可以为0为1为2 就是说它是第一组第0组第二组的这样表示 然后这个的选项呢 就是选它是作为一个那个 它选它是作为外部的AO口信号 就是说用它来设置每个引脚 为通用AO口或者外部设备的AO信号 那么我们这个PRDAR的话 这个地方呢 就是设置它是输入还是输出状态 那么比如你把P1 你对应的相关的8位 你对应它的每一个位 哪一个位对应的至1 它就设置为输出 如果至0它就设置为输入的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上拉或者下拉 它也有一个那个计程器设置 然后这个上拉下拉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计程器对应来控制 它对应的位设为1的话 那么它就是 就是说要取消输入的上拉或者下拉功能 就要将它的设置为1 如果不取消它就设置为0 可能它默认的是设置为0吗 这个就是中断 中断 P0要AE 这个就是P0的中断使能 P1中断使能 如果你使用外部输入作为中断的话 那你肯定要设置为中断 它中断的话 它也可以设置为上上原 或者下降原的触发形式 然后你不设置中断的话 就它的 它在它的中断满足条件 它就不会进行中断的浮函数 要设置以后它才能进入 那么我们这里就 IED的话 我们就不会涉及到这个外部中断的输入 我们只设置为输出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原理图 原理图的话 我们是接到P10和P11 P14和P01这四个角 是不是 也会说第一类角的第0角 第一类角的第二角 第一角 然后第一类角的第四角 对不对 然后就是第0类角的第一角 我们有四个单码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具体的一个代码 我们之前已经有了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一个原理 要打开有点慢 看来太多了 然后这里的话 你看我们就先 首先要先初始化 是不是 这里就是配置根 配置为刚才 它要因为这接灯 我们要作为输出来控制 然后这里就是定屏 因为输出 对不对 然后这里就是定一个它的灯开 或者关的模式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全部灯 全部灯 这里是LED1 1号灯 2号灯 3号灯 4号灯 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只能直接给它了 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把它红定移成了 LED1代表P10 就是第一个灯 LED2代表P1-1的那个角 就是第二个灯接了角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红定移 把阴影角定过来 我们方便于记忆嘛 不让你直接写P10P12 到时候下一次你就不知道什么叫 然后你就要写一下那个 是不是 然后写一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那个 然后这里做一个延时的 因为是我们要做一个流水灯闪烁的嘛 它也要那个延时 这个是全开或者全全关这个地方 对点亮或者熄灭所有的LED嘛 所以你自己看都可以给零 它就是输出那个零电瓶 那就是低电瓶嘛 那就是关了嘛 输一就是高电瓶 就是开 那么这里就是初始化刚才们讲的 然后首先就是全部关 对不对 LED on off 0 然后就是关 那我们就首先就会进入一个慢函数 每次启动就先进入一个慢函数 这个慢函数里面 我们就会先初始化LED 然后就是上面的东西 我们先初始化配置为输出桥 每个那个对应的LED为输出桥 然后首先是全关状态 然后我们就是用一个微循环 使用这里去执行 然后首先就是 LED和取反 就是当前状态的反 就是点亮了嘛 刚才是来一次就取反 那只来一次就取反 那么刚开始都是关 是不是 然后我第一个取反 就是点亮 点亮第一个 然后延时200毫秒 然后再点亮第二个 然后延时200毫秒 再点亮第三个 延时200毫秒 再点亮第四个 然后再延时200毫秒 然后进入一个Full循环 所有灯闪烁两次 所有的灯嘛 所有的灯关 然后所有的灯关了 然后延时200毫秒 然后再开 然后再延时200毫秒 再来一次 然后是不是 来完一次以后 然后再关 关完以后延时 是不是 然后再执行一下 一个又点亮 然后又闪烁亮次 然后使用那个外循环 里面执行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 大概的流水的一个基础 我们可以看一下 演示一下 首先要编译哈 编译完以后才下载仿针 然后全速运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效果 看我们讲的这个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花样 但是这里我就不详细去讲 但是同学们呢 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你像把那个四个LED怎么弄 然后弄成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都是可以自己去想的 可以做一些花样灯啊 什么的 还有其他的 比如你要一个一个轮流闪 或者两个一次闪 然后或者全部同时闪来闪去 然后做一个根据音乐变化的也可以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个音乐的代码 然后根据音乐的那个节奏 然后在这个灯相互的切换 这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实现呢 反正就是你不一定是要接这几个角哈 你也可以接其他的角 其他角就是说你在配置的时候 然后在程序鞋的时候 你就要配置配置那个不同的银角 然后说那个对应的那个银角为输出 然后这里的话也要配置一下为相应的端口 因为LED一定要你你改端口了 那么你这里肯定要改一下 是不是你不改的话 那它还是操作之前那个口 你你把影线改了地方 把那个影线地方一个操作不到 那肯定就不行 所以还是要还是要操作一下这个对应的 主要是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初始化的就是配置它为输出的端口的呃 端口输出的方向 然后以及它初始状态这个都要弄了 那么以后我们就首先就会要可以初始化 对不对 在well循环 迈函数之内 well循环之前就先进行硬件的一些初始化 计存器的初始化 初始化完以后我们才进入一个死循环 还执行它的一个全部的一些功能 这个就是配初始化完以后 然后执行了一些一直在里面执行死循环 mine函数的都有一个微循环到这里 始终在执行里面的 就是比如你编以后编写一些函数 放在不同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但是你必须多在well循环之前 要把全部的初始化的东西都要初始化完 要设置这东西都会设置完 设置完以后 我再才进入一个外循环里面 进行执行全部的一些任务的任务的东西 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如果你你初始化一直在这里的话 放在那里不行 所以就要一直在外循环 全部的该初始化的地方 以及硬件软件什么初始化都弄好 嗯 LED的话大概其实很简单 也就这些东西 主要是就是对应的输出 然后输出高电瓶 我们这个电路的话 我们是接的那个 它的负质是接的地码 所以我们就是高电瓶 它是亮嘛 有的地方呢 是接的那个高电瓶是灭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 它是接那个 把这边接了电源 把这个地方接电源 那么我们肯定那这里接的密集 那么只有低的时候才亮 所以就看你的呃 原理图或者那个接的方式 看是怎么弄的 看是接供应的还是接供氧的 这个是自己去看了 你自己画原理图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不是说高电瓶就是点准 低电瓶就是灭 那你要看具体的原理 不能光对的程序这样来 要看原理 然后这个原时的话 大概一毫秒 这里原时只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按照一个系统 直中周期的一个计算 也不一定那么准 看大概的就是流水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里花样还是可以自己想 同学们课语的时候去想一下 这个花样去弄 然后你可以想弄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所要是看你的去 你写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然后同学们课语去看一下吧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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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